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去猴桃 你知道今天天氣超好嗎? 我要在太陽下經歷四個小時 為什麼要曬太陽? 因為我收到一項任務 參加這個任務的由我 嘟嘟 呱呱 胖茲 我們用爬梯子的方式決定要在太陽下活動的時間 在這炎炎夏日也不能只是宅在家裡啊 對 當然我現在要開始塗防曬油了 然後總之我們就是要去猴桃 我等一下可以遇到牠呢 哇 這邊有隻貓欸 嗚 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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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販賣雞欸 哇 是販賣雞欸 這是跟我之前來的地方一樣 就是這邊會有一個販賣 就是賣周邊的地方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這個 欸~~~ 這個天氣要去哪裡找貓? 陰涼處 我們來吃的這個麵店裡面有一隻貓欸 超不宜 超不宜的 啊 你不高興喔 這邊就是會有很多貓咪周邊 要進去逛逛嗎? 不行 我們要先去看真正的貓 哇 牠有人真的好大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到另外一邊 可是這是我們下一台的地方 對啊 我們要走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喔 對 一邊嘛 哈囉 阿帥 不是瘋嗎 還是我媽媽 蛤 蛤 喵喵 我可以摸你嗎 看我的手說 我要摸你囉 跟大家講喔 摸貓咪一定要先讓貓咪看到你的手說 不然牠會嚇到 你要說 哎唷 我要摸你囉 我腦袋在摸 不然牠就會覺得 嗯 嗯 有東西突然碰到我了 所以一定要先讓牠知道 欸 有人準備要摸牠了 好熱 好熱 要登巴了啦 真的好熱 你今天到底下來要來幹嘛 我來找貓嗎 我來找貓嗎 才不是咧 你先走下面吧 你先走下面吧 還是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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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 上面有卡布耶 好 欸 上面有卡布耶 樹有棘膏 哇 你有看到嗎 蛤 小貓咪 好可愛喔 你這隻狗高喔 我現在是一定 牠一定覺得我很吵 你那邊也是超大的貓啦 欸欸欸欸 欸欸 妳要去哪 欸欸欸欸 啊 妳好小喔 妳好小 牠把我當灰塵欸 這邊有一隻貓在叫欸 但是這下面有一隻鼓一的 欸 這邊有一隻被關起來了 哈哈 哈哈 誰叫你 你看 我很兇愛打貓跟人 光榮翻新中 喔~~~ 哈囉 在睡覺的我們就不摸摸了啦 你是狗貓欸 夏天毒蛇腸出入 請禮民集遊客小心 天啊 看一下 現在就是這個毒蛇腸出沒的時節 如果這邊可以拍到毒蛇的話 應該是蠻屌的啦 這也是咖啡廳欸 你要進去嗎 你要開的話就這樣 蛤 要 好 她又要回到她的崗位上 剛剛她就是這樣 我就被她這樣吸引進來 真的是很可惡 你看到這上面這一整條 都是個貓咪咖啡廳 然後貓咖啡廳呢 都有一到兩隻嘛 我們剛剛看有三隻嘛 但是因為我在第一間呢 就被俘虜了 所以我想說 啊 後面的不進去消費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就沒有進去了 但是每一間裡面都有貓咪 每一間 那上面那一條叫做貓走廊 我們繼續努力的尋找吧 所以這大熱天 牠們一定都是藏在那個 陰涼的地方 就跟大家來找茶一樣 就跟大家來找茶一樣 哈囉 牠好像Yulu喔 這邊有一隻貓 然後這邊也有 我們剛剛見過吧 欸牠臉好長喔 欸 啊這樣我買冰啊怎麼辦 牠說 為維持冰品的甜度 請選好商品再開冰箱喔 我這樣根本看不到 你是要我怎麼選冰啊 蛤 我不管了我要開囉 喔靠 有夠重的 好 沒有要吃 不好意思 妳看妳超重的 妳害大家都沒辦法吃那邊的冰了 蛤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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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沒來喉童了 話說到底是要念喉童還是喉洞 我覺得大家就喜歡就好了啦 現在的喉童跟從前來的時候又不太一樣了 貓咪大多都有住家認養了 也很少看到病貓 但大多也都是體型偏小的瘦貓 基本上這邊貓咪的密度還是很高的 還是盡量不要餵食比較好 除了因為這邊有固定餵食以外 還是會看到有很多人餵食了貓咪吃不完的飼料跟點心 也會造成環境的髒亂 一邊看到有禁止亂丟垃圾的警告 還是看到了很多點心的垃圾被丟在地上 這些都很有可能被貓咪吞到肚子裡生病 如果你也來喉童看貓咪 也一定要注意維持環境整潔喔 喵狗不一 喵狗不一的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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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 帥哥 在看北人喔 竟然在這麼犯規的地方 哈囉 不要再看了 可以不要拍了嗎先生 先生 什麼才拍一分鐘 不然去哪裡都要捕捉一下這種畫面嗎 好像三隻貓耶 就在這三貓小鋪前面的三隻貓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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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是大概四點左右 我們也差不多要回去了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車站的就是小吃的這一邊 的對面有一個像這樣 願景館 那有點類似一個博物館的概念 然後這邊有一個廢棄的建築 這邊啊也會有一些貓咪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在貓街看貓看不夠的話 其實這邊也會有一些貓咪啦 貓 它可以乘涼但是我卻要曬太陽 摩擬的人都要曬太陽耶 你知道嗎 今天這樣整天看下來就算在這麼熱的天 一天大概也可以看到20到30隻 反正就是如果要來的話我覺得還是要挑3到5月 或者是10月左右 來看應該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啊真的蠻熱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時間點來也不錯啦 今天曬了一天的太陽耶 今天曬了好多太陽 吸收了滿滿的陽光以外 當然也會害怕被曬黑啊 我本來就黑 再黑下去就不能再晚上出門了 而我的曬後保養秘訣就是 妮威亞美白潤膚乳液 乳液內含維他命C衍生物細微分子 可以直達肌膚里層深度美白 有效改善日曬造成的肌膚色差 色差什麼的真的最討厭惹 大家平常曬後都是用蘆薈保養的嗎 蘆薈只能稍微的舒緩曬傷而已 但這款產品不一樣喔 它可以去海散射差 增加曬後保養的效果喔 那這次除了我以外 還有瓜瓜、胖茲、嘟嘟 一起挑戰這個日曬任務 快去看看大家都抽到了幾個小時吧 跟你們說 我的四個小時還不是最久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可以按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食形 搭配